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每期节目呢 我们就有七位我们的评判团 帮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猜真假 今天这七位又是谁呢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好 欢迎大家 大家呢我们节目呢也有摇红包的机会 如何才能获得呢 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点击进入互动 根据主持人的提示来进行竞猜 如果您猜对的话 就有摇红包的机会了 同时呢还可以弹幕上屏参与讨论 是的 希望大家一个掌握好机会 然后拿取我们的现金红包 那这一季我们的快乐多门人 要跟各位来猜什么真假呢 就是来到台上的两位演员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两口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自拍视频 我是二人专严 崔叶 很高兴参加这次快乐多门人的录制 让你看看我的爱人 看完爱人长得漂亮 长得沉迷肉燕 毕业秋瓜 出水不容 人仰麻烦 你会不会接着我 我自己接着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二人专严 黄甜甜 这是我老公 大家都说我给他摆起来 我跟他长得可真 他对我还挺好 哼 好不好 你说没有用 咱们快乐东北人见 东北人见 张平秀金帮得中 讨一名啊 回宿州公款设在 市里长庭啊 我搅拌一个花儿乞丐 方方安眉啊 往二来一来 我偷偷留心了 往府的花园内 遇见了好心的丫鬟 名叫春红啊 健康特rettivmedi 我拖着小春红 给二妹少了一个心 啊 就说我是洛邦耳鬼 转回家中了 啊 啊 二妹啊 舞台上灯太亮 台下就显着黑啊 我的眼神再好时 分不清你是谁啊 把城市熟悉我的观众 没来气味 要不然怎么能够压求生 你说我也没得罪谁啊 当眼缘关要点掌声 希望你们能理解 要别的你也不能给 来点掌声您都不知亏呀 当眼缘得到点掌声 乐地都找不着飞 要不然大家一起鼓掌 你看是什么愤慰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谢谢啦 谢谢 让我们欢迎两位演员来到快乐东北人 欢迎二位 来 介绍一下自己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二十专演员 我是崔野 你迟疑啥 这是你假名啊 是你假名啊 不是不是 是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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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后面还有介绍是吗 后面没有啥介绍的 你多大了呀 多大了 我二十八 二十八啊 二十八来自哪 我叫来自吉林余树 你怎么总迟疑 他刚才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 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你确定不是导演给你编的吗 这不是 我自己发挥的 自己发挥 你旁边那是谁 对对 你旁边那是谁 崔野 这是我媳妇 来 来 我们也来认识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二人队演员黄田 我今年二十六岁来自沈阳 这是我老公 又是一个 我们以前是异地恋现在在一起的 不要强调就是老公 老公什么老婆什么之类的 没有用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不管是真是假 他们都这么叫 我本来是 你俩人结婚短时间了 结婚在一起认识八年了 认识八年了 结婚呢 结婚五年了 谁提出来的结婚 我呀 你提出来的 对 一次就成功了吗 嗯 同一次没法成功 没太理想 我没太理想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你家没干呢 你家没同意 对对对 为啥不同意啊 理由是什么呀 我妈说她长得太磕了 哈哈哈哈 原来你妈也是个颜指控啊 我以为阿姨不同意的原因是因为 就是这个小男孩 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然后就在她儿 哈哈 总是蒙的状态啊 对 我妈说你 那那老丈母娘说 来来来 小伙儿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啊 我我 这个 阿姨我叫 发挥一个 哈哈 这个迟疑是吧 我见了她妈有点害怕 是吧 是 哎 是很厉害的老丈母娘吗 还行吧 还行 嗯 我算太厉害 但是 我是害怕的 啊 我是挺怕的 那有啥怕的 你没做亏心事 就是她对你做了什么 你觉得很害怕呀 就是 反正看到了老丈母娘就害怕 哈哈 那看到老丈人害怕吗 不 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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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老丈母娘睡得非常好 就老丈母娘害怕 对 那你老丈人怕你老丈母娘吗 那必怕呀 哈哈 啊 那我不知道 那你是不是也挺怕你妈的 我不怕 我跟我妈像结俩 哎呀 那以后你的家庭地位 你要好好地考虑了 她在家里面估计也很怕她 对 是这样的啊 因为人家遗传下来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基因过来 是不是 哎 那我觉得聊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都觉得他俩挺像的 而且今天在舞台上穿的也都挺搭的 那今天两个人呢也来提出了一个共同经历 电视机前的朋友和我们现场的品判团一定要好好地听一下 他们所提出的共同经历是 两人所有的矛盾都源于女方的性子太慢 慢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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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讲一下吧 比如 非常慢 有多慢 铲出铲出 哎呀 有多慢啊 举几个例子 嗯 就是我给 我给你 简单举个例子 就真实的事吧 就举例子 就比如说我俩要是 要是比如早上起来 说去逛街去 我说你提前 我提前量给他打出一小时来 我说那个我先招你起来 我说八点走 我七点就醒了 给张望起来 我说我出去给你买早餐去 我说你现在在家洗脸 洗素 化妆啥的 等我去早餐店 我把早餐我都吃完了 我给他带回一份 我回来一看 他坐床上啥也没干 我说你洗脸了吗 没有啊 化妆了没有啊 那你干啥呢 放空 不知道干啥 就来回丑 问他干啥他不知道 有些人起来是需要一个 起床的一个时间的 对 你知道吗 他需要在这个时间内 清醒自己 因为我起来 我叫他起 他已经起来了 他就坐着不知道干啥 可能清醒的时间比较长 磨叽 就在那磨叽磨叽 还有除了就是起床这事 还有什么吗 哎呀那太磨叽事了 太多了 头两天就发生了事 我们在演出 演完出的观众 有时候找我们吃饭 我说你去上洗脸去吧 观众打电话了 让咱俩收吃饭去 在饭间等着你 他去把床上卸完了 我去我热车去 我车都热完了 我腌的时候三个人都 回来一看 装卸完了 又从画一遍 好细啊 我说你晚上你画啥装 观众都看过你 我说你都上台 都画完装 那不行 我得画我 画我当然俩去吧 你打电话 完了一到 你说你俩再不来 我就睡牢了 因为我气急 我说我都晚上 我出去吃饭 干啥我都不带的 这个女姐妹 应该是一个 很注重细节的人 懂吗 因为我之前的一个女朋友 就是 她化妆能画 两个半小时 知道吗 她就是 抹了一个嘴唇 就抹了 是吧 二十分钟 她是一个很激动细节的人 她不是说 你懂吗 我懂 你懂我 我真的觉得 这是强迫中的一种 就是你像锁了车之后 把你走到地方呢 坐那儿 突然觉得好像没车没锁 对 就一定要去看她 然后她是 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她就造成了她生活当中 很多东西的重复 问你兄弟 就是她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也是那种说话特别慢的风格吗 但不是 你刚才举那些例子 都是生活当中 比如说她比较磨蹭啊 然后怎么怎么样 没有耽误什么实质性的大事 有没有就是她耽误那种 比如说耽误演出赶火车的 太多了 太多了 就是有时候 我们有些人在北京演出 我们那是没有车 坐公交去 本来就是说你十点到 我说咱俩八点 就对他公交八点 你就是等她摸起完了 然后连跑带这儿到呢 没赶上 我们自己打车去的 我觉得吧 是不是这样的人 是对时间没有概念 对对对 对时间非常没有概念 因为就他们俩 在说这个事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我老公的问题 都不光是慢 就是比如说我们约好了 你四点半一定要来接我 他绝对不会在四点半到 像你说的那个四点半 我肯定不会早去啊 差不多这时间 我计算一下能去 但到时候谁也不知道 能发生什么事 有可能是 像他刚才说这个堵车呀 那我也不想堵车 但我堵到那块 我就没办法 不是你要把堵车 这个时间都预备出来了 对呀 那我不会 所以说我觉得 刚才是你大逼 你看他点头了 我不会想到那么多的细节 我只会想到四点半 或者是五点 我要去进行一个什么事 我路上的行程 大概是二十分钟 好 那如果路上行程当中 出现堵车呀 或者其他意外 OK那和我没关系 绝对不是我的毛病 好吧 那你就不能搞搞 那我就要打断一下 接着南哥这个话 我回绝一下 二嫂刚才说的 他不是一个 注重细节的人 还记着什么 他说了 他说 我不是一个 那么细心的人 既然你都不是 那么细心 证明他不是一个 注重细节的人 女嘉宾 有没有因为你慢 然后他催你 你们俩干起来的时候 对 倒不至于那么严重 他说你你就听着 他那边都骂完了 你还没反应过来呢 你说啥 那是智力有问题 你不要把这个 是这儿的事 他们俩干不干起来 我们不管 为什么要问你们俩 这么多问题 就是我们得判断 你们俩是不是 这两个猴子 我也反抗 他 哎呀你才相信 你还反抗 你咋反抗啊 我就觉得 我是正常的呀 我觉得我不慢呢 你感觉他太会了 不是我慢 你太快 我相信他们俩是真的 因为我老公就这样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慢 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我觉得他有问题 他也觉得 就是他可能也觉得我 你干嘛那么快呀 就是他不会觉得他有问题 他也不会觉得他有问题 但他们俩确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是这个感觉 然后你看就像女嘉宾说的一样 他不觉得自己 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没什么毛病啊 而且我慢我也没耽误什么重要的这些大事 但是他们两个是不是夫妻 这个得好好害得一言一言 哎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什么 尝试过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他慢的 或者是磨叽的这些一个习惯 就比如说生气 你替我后头穿你一脚 你快点的就那些习惯 打人败 他应该不敢打 嗯 对不根本不敢 嗯 我不是怕他放手 我觉得 哈哈哈哈 哎那我觉得呢对于你们这个快慢这个事呢 我们今天现场也做一个这个小小的互动游戏 来看一下两个人的这个性格 到底有多么的明显啊 来上一下道具 哈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将上演非常有意思的一款游戏啊 这个 他说他很快 他说他很慢 啊 那究竟谁快谁慢 我们通过一个测试就能展示出来了 接下来来 让我们急性子的帅哥先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现在开始 哎呀 妈呀他吃的太有画面感 啊 好 厉害 谢谢啊 刚刚我们这个非常帅气的帅哥用疯狂的方式来吃的这个 我们这个饼干 接下来我们看看慢性子的这个美女用什么方式能吃到这个饼干 马上开始 好 我倒是动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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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是真不高级 哈哈哈哎呦好着急啊 他动作大一点了好了 由于都进到嘴里了 由于反应慢 掉出去了 由于我们节目时长有限 就让他在旁边先吃 我们继续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 就这样吧 谢谢 通过这个游戏呢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看看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我们男生的性格呢 相当的急躁火爆啊 是不是 女生稍微来说就柔和一点 当然男生和女生本身从性别 他的整个这个性格特点 就会有差别 不像我们路名家里面 是不是 完全不符合这个人类这个科学 没关系 慢与快呢 其实是自己的一个价值标识 只要生活过得去就行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进行我们的投票了 投票通道现在已经开启 如果你认为他们是真的 就请投真 如果认为是假的 就投假 当然大家也可以现在这个阶段 不做出自己的判断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给大家一些线索 我们接下来先请二位 给我们带来一个合作的表演 找寻一下猪丝马迹 是不是真正的两口子呢 等着快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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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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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的青龙多带几分 松懒 中青浪啊 松懒男啊 把阿门 男啊 说白猪跑出来 让快到一晚 留我的新郎一路打茶间啊 对啦你摇一摇 对啦你摇一摇 留我的新郎一路打茶间啊 新郎啊 小妹妹 送新郎 送到哪儿 大门喜呀 你把手拉不了 新郎哥的一样 一眼南蛇小妹又哪里呀 对啦你摇一摇 对啦你摇一摇 一眼南蛇小妹又哪里呀 送新郎啊 送到哪儿呀 大门喜呀 天赶上老天爷 下雨又打雷呀 新郎走后 谁把小妹拍呀 对啦你摇一摇 对啦你摇一摇 新郎走后 谁把小妹拍呀 好 你怎么会 好 那你这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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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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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以后这个跳舞相互照顾一下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对夫妻身上 在很多的家庭里面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相信他们是真夫妻 慢性子家人 急性子狼 一个稳当 一个忙 再急再躁 别逞强 两口子吵架是小事 小心他妈你老丈母娘 漂亮 失级第三首 留灯 我也留灯 我相信他俩是两口子 因为我就感觉他俩虽然说沟通特别少 但是就是因为还是说那句话 打马虎眼的 但到我这儿又和大家意见有点不太一样了 我最近的判断也不太准 但别看这个二人专演员 这两个嘉宾穿的都是一色绿 那这样的 我凭我自己的喜好就因为这绿伞 就跟着股票一样 蝶 男哥炒股 一看到这个颜色心就透 心都碎了 所以说 绝对不是这两口子 灭灯 好 陆明 我虽然相信他们的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也真实地发生在我跟我老公身上 但是我跟我老公如果有大事的话 比如说上台表演的话 我们一定是很默契的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真的不是那么的默契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假的 我要灭灯 好 陆明 灯二嫂 我也认为是假 父亲 因为他俩在表演的时候一点都不默契 看不出来默契感 而且那个动作都不协调 所以说我相信他们是假的 所以说我是火眼睛睛二嫂 大家相信我没毛病 好 二嫂灭灯明明 我觉得他们两个也不是真的两口子 就是唱情组啊 一种眼神的交流也没有 然后唱小猫的时候 然后词都不对 明明 这也是一种默契 他俩对这歌和小猫都不熟可能 不熟 人家二人认搭档两口子 要的就是这种默契度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两个没有 就证明他俩不是两口子 难道他们在演戏 哎 你别这么说啊 我犹豫了啊 但是我还是 我给他们灭灯我不相信 好 现在平伴团做出最后的判断 其实在一开始聊天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给大家很真实的两口子感觉 包括对自己的老丈母娘的评价 然后之后这个感情故事 这样的一描述都很真 但是呢 平伴团里面大部分人 还是给他们灭灯了 不相信他们是真夫妻 不知道电视机前 您现在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那接着到现在 我们所有的竞赛通道都已经关闭了 那先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神堂 快乐东北人 本栏目是由热神堂独家冠名播出 深深吸引美丽 传承热神堂推出全新技能性护肤性概念 我们要感谢极量大豆油提供的奖品支持 同时呢 提醒二位一会回家的时候呢 可以拿走有极量大豆油提供的奖品 现在观众投票结果已经产生 看看大家的选择如何 好 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二人传演员 在生活当中究竟是不是真正的两口子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来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选择假 你有回眼睛 已经看出他们不是征服器的话 你现在手机的界面 马上会跳入一个自动的摇奖界面 赶快开始拿手机 摇奖拿现金 那两个人介绍一下是什么关系 这个是我们演员 我们公演出的非常好 好朋友 我叫老妹 对 好朋友 是我大姐 那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那那个怕老丈母娘或者什么事都是你自己身上的事吗 还是编的 编的 编的 哎呀 那你知道他俩编的能让评判团相信这个我觉得真的也很不容易 编的太真了主要是 对啊 因为我孩子起碎了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来到这台上的二位演员是不是也骗到了电视机前的您 至少我没有三位平板团被骗到了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要从节目当中的细节来着手 然后之后好好地分析一下台上的演员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两口子 再次感谢二位演员来到快乐东北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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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好了 选错的有哪三位呢 我们嘉贤 小满和地雷 三位要接受我们的残酷惩罚 有请其他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